万昌米叶 哎大哥 你好红 你好甜甜 辛苦了 王晶欣 51岁 离异 年收入10万元左右 住房面积 平房150平米 居住地 长春市双阳区 这屋一进来 就能闻到一股米的香味 对啊米香味 我这米 跟你说卖一家都得回好家 比如卖你 你吃好吃 你什么朋友 同事 一说菜米好吃 你都来了 大哥那你家这生意挺好呗 还行 上天这不全新进的 上天都满了 都钱空了 王大哥目前经营着一家粮油店 生意非常好 可是也特别忙 王大哥平时 不仅要负责经营和送货 还要负责收粮和抹米 最忙的时候 他顾不上吃饭 也顾不上打扮 这罩子就好了 这罩子穿了大衣 就不像样了 那你这今天可以换的呀 那你来了 你打扮哪 这上镜了 王大哥这个粮油的买卖 已经做了十多年了 回头客特别多 每当有人向王大哥请教 他做生意有什么诀窍的时候 王大哥总是会笑着说 哪有什么生意经啊 就是诚实厚道罢了 有人 来哥 都老回头客了 吃好了 你不吃这个 五十袋 哎呀我招 五十袋呢 阿姨 来帮我装下米 我还以为姑娘呢 这才不上镜头聊里头去 有人给你载着帮忙啊 那我姐我姑娘这儿呢 车哪个车 那我五个呀 来来来 你是那个这个大哥二姐呀 对哪几个呀 再拿一个 再拿一个 看你们俩声音都给我带来了 我这几个呢 按着二十三十 拿去吃个 哎呀不要 我给你打牙 我给你打牙 吃他家米饰多长时间了 是啊 那你跟他肯定是认识你长时间了 人怎样呢 人也不错 人也不错 做买学 今天游会 嗯 想象呢 想象的游会 好嘞好嘞 我走啊大哥 好好 吃好料啊 吃好待会儿借着点啊 多借两个话 紧一下子找小户啊 必须的 王大哥一直觉得 买卖做的好不好 第一要看产品质量 第二要看自己肯不肯吃辛苦 虽然他现在卖粮油的收入还不错 可是像平时搬大米 扛袋子这样的体力活 他也从来不舍得花钱雇人 我绑了二十几 我能绑十个呢 八九个我能背 二十几 身体好 这跟前一般小伙子都没有身体好 是啊 王大哥告诉红娘 他其实是农民出身 在万昌有益上多地 十几年前 他们一家就是靠着种地为生 后来也是因为想让儿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 才把家搬到了城里开始做买卖 那前主要是啥呢 我一小时是脑袋好使 去跟那一般孩子 那边老师去学上课的那边从窗跳出去了 不学 你呀 完了后来到我儿子还挺聪明的 行了我整室里吧 那农村 都说望子成龙 王大哥为了让儿子能有出息 可真是下了功夫 儿子在学校里学习文化 王大哥也开始学习如何做好买卖 如今儿子长大成人有了自己的事业 王大哥的店铺也经营得越来越红火 老头还来 我来一个人我就给他这箱子袋 我再装一装饭袋 拿走 白拿 吃完好吃 他就来买一袋 啥钱就出来了 啊 大哥做生意还是挺有头脑 那老头还没事 就来求了一袋 求完几乎90%都来买米 来一家 他就宣传了 说那米挺好吃 还便宜 然后他就领三个人来 这做生意其实就是做人情啊 你看看 王大哥是不是挺适合做买卖的 不仅如此 王大哥还特别会精打细算 只要是能赚到钱 那么他做什么都不嫌麻烦 我这是过家人 自己腌的酸菜 腌大盘酸菜 楼上还两缸的 最大缸 好像这个是55克 这个得将于80克 到时卖的单位 我能吃多些 这个酸菜也卖 现在一块多钱两块来钱 他卖些都卖十块钱都得 王大哥说 过日子不能眼高手低 坚持赚小钱 才能用小钱赚大钱 所以他从来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能赚钱的机会 我跟你说年收入吧 我自己可能10万左右吧 但是有媳妇我出去开车 那天上车里走一圈卖了100多袋 要是再找一个对象 你这个这边在家里边给你卖着 那边你再出屋去你这收入还能再多了 假如说这是挣十万 他媳妇得看家 他就挣十万给我没关了 他卖手我得出去干啥不还一样 这么想 哎呀 你八十多钱 谁在这屋都挣十二八万呢 就头脚啊 但一个人你出不去就在家收子 现在的店面是王大哥租的 除去每年四万元的租金外 王大哥一年能赚大概十万元左右 所以这一次他想找爸一共有两个原因 一是给自己找个生意上的帮手 一个是自己平时的日子啊 确实有点枯燥无聊 现在没啥爱好忙着 有爱好没爱好 就干活了 以前没事就在那个唱着歌 没啥爱好啊 王大哥平时不抽烟不喝酒 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 唯独就是平时没事的时候哼哼两句歌 王大哥告诉红娘 他平时挺喜欢唱情歌的 因为那些歌词总是能直激心灵 让他感同身受 跟孩子妈我俩离都六七年了 那时我们俩玩球球 那时玩啥都得走啥的 就跟妈友见面了 让我知道了 用这件事我俩就闹不得了 在2013年 王大哥和前妻两个人协议离婚 离婚后王大哥把全部的心思 都投入到了事业里 在2015年王大哥接着介绍 又认识了第二任妻子 也找了 找我俩 出了三年也是在网上认识的 出了三年也挺好 就是可能在家交通官员过的吧 都耍小皮 往这后登了季 我们俩人俩人还是不行 往这后又分了 后边出三年多也登记了 大概五年了都 就在几个月前 王大哥和第二任妻子 因性格不合 再次选择了离婚 王大哥说 这些日子 他也想明白了很多事情 已经这个岁数了 一定要把每一天都过得开心了 所以他决定报名我们节目 找个志同道合的人 把余生好好过完 找一个就是开朗一点的 岁数 找我小一点的就行了 长年轻的时候 大一岁两岁也行 但是别长太老了 有点气 能做晚了就行 别生气 乐呵呵俩俩 王大哥再找班 就是希望对方性格能好一点 成为自己的贤内助 王大哥告诉红娘 他一定会对另外一半好 因为他本身就是个热情又善良的人 哎呀 来 这我一个就是顾客 变成老干妈 我父母都不在了 哎 看我可怜 他说 碰上去找我吃饭呢 老干妈 这孩子特别好啊 实在 就是一个顾客 在智商还挺高的 谁要嫁给这孩子 不会那个 后悔 不会后悔啊 看得出来 王大哥平时的为人 一定特别和善 无论是哪个大姐跟了他 都会降服 于是红娘联系到了 目前在长春市打工的 段凤真 段大姐 不知道他们两个 会不会有成为夫妻的缘分呢 哎 姐 你好红娘甜甜 段凤真48岁 黎毅没有住房 暂住地长春市 在这干活呢 那我在这啊 大姐你是现在在这工作呢吗 我在这那就算是吧 我在这找工作 找工作 那你在这边一般都找啥工作呀 就是找个 那个小单位啥的 做个饭啥的 给五六块钱 给七块钱 这属于是个中介 对对 完了你在这 假正 对对对 那你在这你是不是得给人家交 对 百分之十 在那中介费上 段大姐早前是个家庭主妇 自从2018年离婚以后 就开始在中介找做饭的活 前些日子 她因为身体不舒服 就辞去了工作 休息了一段时间 最近恢复好了 所以又过来找活了 那你平时住的话 在哪住啊 住的话 上班的话就在那 上班那住 不上班 不上班又回家 会有妈家那边 你妈家在哪 在酒台 段大姐没有房子 不工作的时候 都是住在酒台的母亲家里 在找工作的过程当中 她就和这些小姐们 一起挤在中介 给提供的宿舍里 太乱了 这些人呢 都是行李啥连的 太乱了 没事 没有工作的时候 就现在都在这等 住着 然后有合适的工作了 就到这个雇主家去了 是不是 对 对 对 这有养解 合适可以 跟那爱心 特别实在 特别实在 有所在的理由 这是我们经理 经理认识这个段大姐 多长时间了 认识好几年了 好几年了 你觉得段大姐咋样 人特别好 长得还漂亮 挺好的 放心跟我们介绍 嫁个好人家 嫁个好人家 活了 看得出来 咱们段大姐的人缘 真挺不错 这些姐妹对她的终身大事 也都很关心 段大姐告诉红娘 其实她特别渴望 拥有一段甜蜜的感情 因为在过去那段婚姻里 她从来都没有被好好对待过 大姐是啥时候离的婚 我18年 18年6月份 为啥离婚呢当时 就说我抛肤沙瓦孩之后 姓老大 你抛妇产 那我抛肤沙瓦孩 那几年姓老大 她就打电话 其实都认识她 但我也不从这上 我俩干上的时候 她也跟我说 那你当时发现说 她出轨了 跟别人在一块了 你也没试图阻止她吗 阻止了 阻止了 后来那我这方面 那几年不行了 当时你以为说 我这个事我也好不了了 那你就这么地 把我一来 大笑脸真啥 我也能说 我说那你给外边找 那我不说那哪 那你不说给人家 该找不也得找 人家岁数个那个 段大姐说 因为当时自己的身体不好 所以她总是觉得 前夫的出轨情有可原 虽然段大姐也很痛苦很难过 可是她还是选择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毕竟前夫那会儿还算顾家 他顾家 他顾家 跟人家扯完毒 完全拉倒我就回来 他要不顾家的话 那我不可能跟他那啥 段大姐和前夫就这样 一直艰难维持着这段 已经濒临破碎的婚姻 段大姐告诉红娘 当时她以为自己的病 这辈子都不会再好了 所以她对于爱情 也就不再期盼了 我现在我那方面 往也没看 觉得心不能好啥的 后来自然而然的也好了 后期好了 他们也有联系 后来实在将就不了了 亲情都没有了 将就不了了 那一块块有缘的 就是鸡蛋里挑骨的 你这不行那不行的 我给她洗衣服 她就说 我哥洗衣地里 蒜子就给她拿出来了 那我确实没有 那我给她洗的啥意思 是不是 段大姐说 两个人的感情 其实早就在 一次次的争吵中磨光了 可是考虑到孩子还小 所以她和前夫就一直这么维持着 直到2018年 孩子长大成人了 段大姐终于下定决心 选择了离婚 我请我自己一个人离婚 我也不要啥就给孩子 孩子我也不管了 离婚以后 段大姐什么都没有 虽然一身轻 但也是一直没有根 她过够了漂泊的日子 于是她报名了咱们原来不晚 想要再寻找一段缘分 就找个性格好的和她来的 相互对好点的 过完后半生就挺好的 因为我要求不高 我条件也不好 段大姐觉得自己一无所有 所以在找爸的时候 她也不要求对方啥都有 唯独就是希望对方能对她好 弥补她在上一段感情中缺失的所有爱情 段大姐和王大哥年纪相当 性格又都不错 于是红娘就给她们介绍到了一起 那么两个人到底能不能成功牵手呢 广告回来 相亲开始 我是红娘甜甜 但是在原来不晚 大家都叫我喜神 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结婚了 原来不晚第一对结婚登记的嘉宾 就是我给撮克成的 从那以后 这牵手的嘉宾是越来越多 我们作为红娘的幸福感也越来越强 介绍对象不怕难 调解困难 不怕烦 用最真的心 为您寻找最幸福的陪伴 想脱单 赶紧来找我喜神甜甜吧 门口这俩车大姐 这都是大哥的 这个大车 跟这个小车都是他的 就来回送这个米啥的 有的时候 这个是 大哥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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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大姐 你们两个互相做一个自我介绍 你认识吗 我姓王叫王靖心 今年70年52 大姐呢 我73年了 叫豆凤针 握个手 握个手 你好 你好 对大哥第一印象咋样 行挺好的 看着挺有艳圆的 人也挺好的 咋好了 我跟你说你这为难了 看他爹咋样第一印象 还行挺好的 长得是挺慈善的样 挺好的 有没有艳圆啊 艳圆还行 看着大哥这个店面是不是 大哥你给他介绍介绍 行 咱这家都是那个存仓大名 不如都有香味 是啊 不用打香水 不用打香水 对香水对身体也是无害的 一年这个大哥这个收入不少 然后大哥说了 还行 但是一个人反正是这些收入 这要是在有个伴的话 是不是媳妇能开饭店 她还能再出去跑 保持收入还没有硬度 我那天开车上农村走一圈 卖一百多袋 做自己家买卖肯定是 比给别人打工去 是不是大哥 对 那肯定的 第一个是你自由啊 第二个是你干起来有劲 有劲啊 自己家办 现在做啥呢 对大哥说是 现在要在那个就是家政找的那个 找个小单位啥 做五六个人饭啥的 行的挺好 不累 不稍息 那聊也了解吧 看看 哎呀这刚一见面 两个人就对彼此的印象都挺好 王大哥和段大姐 也都决定在好好了解了解 可就是他们俩都有点太紧张了 现场气氛显得稍微有一点尴尬 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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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哈哈哈 也不知道里边也紧张不知道说啥了 紧张不知道说啥了 你也站着了 你也带姐往这个里边走走看看 你看看 上楼里头留的 看看 大姐你看看大哥这个酸菜糕 嗯 楼下还有一缸是三缸的 那怎么咋呢 我能吃多少 有的有单位食堂啥的 他到时买卖他脸上 能挣了钱吗 自己还吃方便 大哥这个大钱也挣啊 小钱也挣啊 小钱也挣啊 然后这个我这个酸菜卖不出去啊 我就当人情送了 你看看 那是正送 买大米送那儿送个酸菜 大哥有头脑是不是 做经商是能回事 对 做版本肯定是 挺好 挺好 哪只猪是不是大哥 这在这猪 这是 这是 过天看我打算也猪出去 看有人猪猪出去 都空着呢 真的 平时他就可以在这儿 挺好的 大哥这个居住的环境 你觉得咋样 他行吧 大哥反正室里现在没有房子 行那倒没事 只要有人行咱俩都一样啊 参观完王大哥家的店铺 段大姐断定 王大哥一定是个头脑灵活 会做买卖的人 同时他也不介意王大哥 目前就在店里居住 对王大哥这个人特别认可 大哥大姐 你有没有觉得说你俩还挺有附近相的 有附近相啊 有附近啊 有点啊 你俩相互聊聊 是不是介绍介绍 你也是离婚的 对我也离婚的 你离几年 我跟孩子妈离七八年了吧 都忘了 后来又找一个 也是挺好的 哪方面都不错 就是 性格还是不行吧 在一起过多长时间呢 哎呀 待她来五六年呢 那么长时间呢 多少心里有点顾虑 有点顾虑 有点顾虑 嗯 我就不想那啥 就看着找一家吧 就不想再找第二家了 都这么大年龄了 不想来回那啥 这个都啥 大哥这个也是没有办法啊 谁要是说能好好过日子 谁也不想再走 是那是 大哥也觉得燕珠找一个 没过好燕珠笑 找一个 太没过好是不是 是 但是两个人还是有走不下去 对那肯定是 对 所以这个咱们就是互相给一个理解 对对对 我离三年了 那孩子爸长不长呢 他还是跟一个来那个吧 不知道不联系 感觉挺好的 还是 还行 那边了解 再了解了解 你觉得大姐的性格咋样 应该能好 了起婚姻经历 段大姐有一点介意 王大哥离过两次婚 可是经过红娘的一番劝导 她也理解了王大哥 放下了这件事 王大哥呢 也是对段大姐 越来越满意了 你们有啥别的想问问 想了解的吗 你俩把这一做呀 想一想 一做没词 又要没词咋吃饭去吧 唠唠兰兴趣爱好 有没有啥兴趣爱好 麻将 烟酒啥都不行 那这方面挺满意的 大姐呢 烟酒会不会 我都不会 我平时也就是 听听折啥的头部 看抖音上 那挺好的 那头部是什么 断了身体 不抽烟 不喝酒这点 你是不是挺满意的 对 就防我抽烟的 去吧 没词咋 没词咋 你俩才说能不能就画 就没词咋 没词咋 没词咋 紧张 那四十大 没牙事 你他的顾客可能 唠一阵子 现在他也紧张 我说晕镜头 一看镜头 没画了 那你就别看镜头 看大姐呀 看了会儿比更晕了 还不如看镜头了 你觉得大哥这个人 一百分满的话 能给大哥打多少分 一百分吧 一百分吧 打一百分吧 现在如果是一百分满的话 你觉得给大姐能打多少分 先打个八十分 那才打八十啊 那二十差哪儿了 个儿少小点 那大哥 你也不高吗 我也不高 所以多少去点分的 打满分的他骄傲了 咱们再找对象 就是希望这个人呢 性格呀 脾气好啊 三观啥子 能走到一块去就行 对吧 至于个儿高个矮 是 这种 这么大事也不要害 不要啥子 那都行 对呀 但是大姐也不矮了 你俩碗块都是一战 你俩挺般配的 还行 这聊起兴趣爱好 王大哥和段大姐 两个人彼此都还满意 可是当红娘问到 两个人能给彼此 打多少分的时候 王大哥却觉得 段大姐有一点矮 但是在红娘的劝说下 王大哥也逐渐放下了顾虑 于是啊 她就问起了段大姐 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那就是彩礼 那么段大姐 会给出什么样的答案呢 广告回来 相亲继续 我是红娘甜甜 但是在原来不晚 大家都叫我喜神 知道为什么吗 我们结婚了 原来不晚 第一对结婚登记的嘉宾 就是我给搓克成的 从那以后 这牵手的嘉宾是越来越多 我们作为红娘的幸福感 也越来越强 介绍对象不怕难 调解困难 不怕烦 用最真的心 为您寻找最幸福的陪伴 想脱单 赶紧来找我喜神甜甜吧 就是假如真的走在一起的情况下 彩礼最方便 那没有要求 问问大姐要不要彩礼 对人有不要是吧 没有给就要不给不要 大姐这个回答咋样呢 挺好 心里边唠不唠底 行挺好的 挺好的 为啥问到这个问题了呢 我接受不了彩礼 你俩在一起就俩时候 那钱都在客人 还要啥彩礼 大姐是不是你要找的那个人 还行 感觉挺好 那现在要是给大姐 重新打分的话 能打到多少了 打95 还得留5分 还留5分进步空间 对 这5分你是 想考验考验在哪 打完分太骄傲了 就是怕骄傲了 我怕他飘 王大哥和段大姐 在彩礼这件事上 达成了共识 接着段大姐也提出了一个 她心里十分在意的问题 那就是啥时候领证 我那意思是 如果俩人出一阶段彼此合适 那个打算多长时间领证 啥呢 感情好 随时都可以领 但是了解一段时间 对 三天五天的 整个证了 过了一两月再分 更要有效 领证这个事 我觉得是这样的 两个人出好了 那你们自然而然的 到了领证的时候 就该领证了 所以也不用着急 说咱可别闪婚啥的 是不是这么大岁数了 别赶那个潮流了 你俩还是有这个意思的话 就好好接触接触在什么 这些接触 接触一段时间 你说真处好了 那证就办一个 那都行 俩人必须得办证 互相都有理 你这不办证 跟打火那就没意思了 都得互相了解好了 那不能那啥闪婚啥 都这么大年龄 对 还是得思虑好 考虑好 对 考虑好 主要的是 大哥是有这个领证的打算 那就行 没啥说的了 你们紧张不知道说啥 没啥说就吃饭去吧 都累了 吃饭嘛 慢慢吃 别吃别冷 哎呀 你看看 这王大哥 从段大姐一进屋 就开始张罗着 邀请段大姐吃饭 眼看这两个人越捞越好 也都有想要继续相处的意思 于是段大姐便同意了 王大哥的邀请 公鸡那公鸡烧啥样 哪个放呢 小鸡呢 外头呢 看看 尝尝刷羊上公鸡 好了 好了 上楼吧 找找找找 这大哥为了招待你 他那个东西就长城打包的老多了 是吗 大姐 你快尝尝 谢谢大哥 这儿行 大姐你以前来没来过双羊 没有 他第一次来 你觉得双羊那个地方咋样 双羊的地方挺好的 双羊的地方挺好的 双羊的人挺好的 王大哥说呀 今天见到段大姐 他终于找到了自己命中注定的缘分 于是他想要给段大姐准备一个小小的惊喜 表表蜥蜴 妈 他肯定挺浪漫 哈哈哈哈 他太小了 有了 意思意思 年轻现在没送花 四十大来吃花 来美女来 送点花吧 谢谢姐姐 没收拾过花 没收拾过呢 哈哈哈 四十大来浪漫一把 谢谢 哪样呢 这是花 嗯 感觉特别惊喜 漂亮 漂亮 那特别香了 香了 大哥你别放松啊 你得跟大姐表达一下你的心意啊 真不会表达 没表达 安倍这顿饭 给大姐这个肚子吃饱了 送一束花 又给大姐这个心填满了 是不是 就这样以后你俩的日子就好好过 那就祝你俩幸福 谢谢 谢谢 哈哈哈